九郎 上次扫夫人遇嫌 你我都心知肚明 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还想明哲保身不成 李德俭收起那副风流泰 神情严肃起来 萧宋笑笑道 你也不必激我 魏王如何 太子如何 与我没有半点干系 想滩浑水很容易 明哲保身 才需要真本事 李德俭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 叹了口气 唉 不说也罢 萧宋少年时十分有血型 颇有游侠儿快以恩仇的风反 并且雅子必报 敢犯他 哪怕就是天涯海角 也必须得还回去 因此 李德俭才会激将一句 不过他也不知道奏不奏效 萧宋自从战场回来变了很多 尤其是入朝转座文官之后 越发地喜怒不幸于色 直到娶妻之后这段时间 坊间对他的传闻沸沸扬扬 才仿佛恢复了一些 对 好不容易得空拒绝 说这些凡人的歪小声 程怀亮嚷嚷道 他就从来不担忧这个问题 无论谁做皇帝 只要李唐江山不倒 他媳妇还是公主 他爹还是卢国公 许是因为程怀亮的嗓门太大了 不一会儿 戈兰便过来问道 郎君 可需韭菜 萧宋淡淡地应了一声 戈兰屈膝退下去 李德简已将方才的事情 抛住脑后 满脸痴迷的道 美人儿连声音都别致啊 戈兰声音受损 乍一听上去有些粗哑 说实在的并不好听 美人儿再别致 也不是你的 刘青松对染炎身边 这个沉默寡言的士币 很有印象 他的见地和智慧 都是女子中难得一见的 尤其还是个士币 我不信 李德简转向萧宋道 九郎 你若是不反对 我要追求他 随你 萧宋道 李德简的父亲 虽是大唐第一名将 但他的母亲出身并不光彩 原是随朝时 全臣杨素府上俊阳的歌迹 他们家对门帝的要求 也并不是那么严格 萧宋能看出 闪眼很看重戈兰 以戈兰的身份 能嫁入李家 哪怕是侧气也不错 哇 九郎 你们府里的刨处 这刀工可真是一流啊 程怀亮看着盘子里 才不由赞叹道 他用筷子夹起用萝卜 叼成的花 嘖嘖赞叹道 哎呀 真是神了 艾伦九郎 你们家刨厨借我几天 李德简早已经吃上了 口齿不清的道 刘青松也忙着 往嘴里塞 抽空道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想往自己家里头啊 有的吃就不错了 就是啊 可是县良夫人亲自下厨 借给你 你就是把萧府都拉回家 这个也不能借给你 其他几个人也大感兴趣 连忙向萧送道谢 在门阀世家 一般情形下 夫人们是绝对不进厨房的 否则便是有失身份 大副亲自下厨 只为了侍奉翁婆 以及招待特别重要又比较亲近之人 而且贵族出来的娘子 也没有几个能做出像样菜肴的 韭菜上齐 几个人在里面吃吃喝喝直到傍晚 挺着肚子在凉亭里躺了一会儿 亲自去向阮炎拜谢之后 才意犹未尽地告辞 萧送沐浴湾回房的时候 阮炎正在整理这几个月来的病例 静阳公主平顺地度过了秋季 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夫人辛苦了 萧送从身后搂住她 下厨招待夫君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在染炎的意识里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她正忙着整理资料 因此也并未想太多 只摁了一声 夫人 你果然眼前无了 萧送颇为忧怨地道 闪炎动作微微一顿 转头看了看她 你喝醉了 萧送把下巴搁在她肩头 半眯着眼睛道 没有 闪炎伸手捧住她的脸 仔细地看了半声 才肯定得到 果然喝醉了 萧送顺势就躺了下去 脑袋枕在染炎腿上 闭上眼睛道 你忙你的 我躺会儿 萧月之 去太上躺着 染炎皱眉 这都入冬了 哪能睡在地上 染炎知道 萧送是个酒后 能控制自己言行的人 她这样多半是不想控制 想借着酒店闹腾 你也一起去吧 萧送睁开一只眼睛 萧月之啊 我发现上当受骗了 染炎将几伤病例都收拾好 未曾成亲之前呢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现在越来越发觉 你孩子气了 染炎以前很不喜欢 别人任性或者幼稚 但不知怎的 萧送这样 她就没有任何反感 而且有些喜欢 染炎性子硬 倘若不是萧送这样软着对她 这日子虽然不会差 但也不会如现在这样温暖 她已经越来越少次地想起后事 这里有个挖空心思对她好的男人 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仿佛那一直漂泊的心 有了停住的地方 纵然事业上的前途渺渺 不能尽情发挥她的专长 可是向蓝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得吸服呀 唉 走吧 染炎用镇纸压住收拾好的资料 催促她起来 萧送笑着起身 萧送在床外知识上 并不会纵于无毒 只是刚开始那些天忍不住 每晚都要 现在渐渐规律起来 两人躺在榻上说话 萧送喝完酒之后有个特点 便是 本来就唇后雌性的声音 会越发好听 哪怕一个慵懒的音节 都令人心肩发颤 与动情之后颇为相类 闪炎听着听着 便忍不住亲了她 本来是盖着棉被聊天的纯洁活动 渐渐开始弥漫起了暧昧气息 萧送本就是为了彼此身体着想 才控制次数 现在一把火点起来 加上酒精作用 立刻有了燎原知识 闪炎浮在她身上 占据了主动权 她对人体一直都很有兴趣 尤其是喜欢试探萧送不同的反应 因此 也绝不会羞涩放不开 立刻便展开了对她身体的探索 两人正到情农时 衣服已经凌乱地抛了满踏 门口却忽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 闪炎直接装作没听见 消送一举的男人也忽略过去 敲门声是停了 但陡然响起一个令人恼火的声音 救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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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脸色同时一黑 闪炎吐了口气 翻身躺在榻上 阴侧侧地倒 出去咽了它 得令 萧送伸手抓了终于套在身上 一边系着衣带 一边走下榻 她微乱的末发散在身后 宽肩封腰腿长 真是颇有看透 闪炎翻了个身 也穿上衣物 外面响起了刘青松哀号 救狼 这事真不怨我 圣上吉兆 历史就在前面 小四不可以进后院 今晚不是戈兰和婉律之夜 势必怕是不敢打扰 去求了刘青松 这家伙对女人向来心软 闪炎穿衣服的动作顿了一下 大晚上的吉兆刑部侍郎 想必是要查案 查桑城遇袭一案还是别的 萧送回了寝房 闪炎取出官服帮她穿上 挽起头发之后 她便在她额上亲了一下 我走了 你早就休息 嗯 闪炎应了一声 拿了披风递给她 快去吧 萧送抖开披风 披在肩上 随手一进 便匆匆走了出去 萧送一路快马赶入宫 太监中睿早在宫门后着 萧士郎 圣上正在紫辰殿 说吧 并连一名内侍引路 萧送心中诧异 紫辰殿是皇帝接见重要或亲近的陈属之处 而且这么晚了 圣上也不该还在紫辰殿 看着钟睿的样子似乎还在等人 难道圣上宣了不止她一个 内侍行得极快 经过数道宫门之后 萧送隐隐看见刑部尚书张亮的身影 立刻加快脚步 张尚书 张亮停住脚步 等萧送赶上 两人并肩 急不往紫辰殿去 萧送寒暄道 既是天气不好 尚书老寒腿 尚好风 张亮沉隐道 久了就习惯了 眼下身体壮士还撑得住 再待过些年哪 其实寸步难行咯 在宫里 自然不能随随便便 谈论楚味的问题 萧送不过是 借着关心张亮的病情 顺便探问一下消息 他的意思是 现在情况有变 太子是不是要撑不住了 而张亮给了一个 很明白的回答 目前应该还算稳得住 再过去时日就难说了 萧送得到回答便顺着道 下官内人破通医术 改日让他给您瞧瞧 然言是命符 张亮虽观之高 却也不好真的答应 谁敢劳动令坤呢 下官与张尚书共事多年 您也对下官颇有关照 此等小事 不必出此客气 萧送道 张亮微微一笑道 那老夫就确知不公了 之后两人便不再说话 一路即行 到了紫辰殿的时候 里面已经有几个人寄坐在席上 萧送看了一眼 是房玄灵 长孙无忌 楚随良 王归等人 在紫辰阁不同于宣政殿 君臣之礼要稍微宽松一些 萧送落后张亮一步 走至御岸前 躬身行礼 参见圣上 免礼 坐吧 李世民声音听不出喜怒 只是带着淡淡的疲惫 萧送在尾席落座后 承之杰和魏征先后走了进来 行礼之后也各自坐下 席间已然满了 钟瑞顺着墙壁 低头快步走到李世民身后 李世民将一卷纸张丢在岸上 是 钟瑞躬身上前捧起那卷纸 展开 略略扫了一眼 开始念起来 念的是桑辰的奏折 在场有人早就看过 因为一般奏折都会经过尚书省 奏折成递到尚书省后 依照内容重要性进行分别 重要的奏折需要成递给皇帝 普通的一般性事物 尚书省会自行处理 然后禀告皇帝 所以说 李世民在知道此事以前 尚书省中早就展开过讨论 才会把折子呈上来 钟卿 可有话说 钟瑞声落 李世民缓缓问道 沉默了一息 礼部尚书王规出列道 臣失职 请圣上降罪 礼部尚书王规 兼任魏王李太之事 桑辰这奏折列举的证据里 均有李太的影子 王规比较倒霉 他是去年才认的魏王之师 今年就出了这事 事实上 王规得知此事时 那才叫惊讶 他崇尚儒家学说 德行才学兼备 因李太一号乳学 所以圣上命他为老师 刚开始 王规还是很高兴 毕竟 李太虽然娇奢 却着实有才 品行也十分端正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原来李太表里不一 此事怨不得你 先回去坐吧 李世民道 他的怒气 已经发得差不多了 此事只想着 该如何处理此事 不想先问谁的罪 最令他伤心的 莫过于李太 原本以为他孝顺懂事 一心好受穷精 却原来心里 也是惦记着那个位置的 桑辰那是一个 十分不同事故 又固执的人 再加上 桑辰这份奏折 和列出的证据 几乎不用插证 李世民都能想明白 这件事情的原委 圣上 承认为此事应当查证之后 再做定论 魏征道 李世民点头 必要的查证还是需要的 此事交给房玄陵 魏征 以及大理寺和刑部 圣上 是否该给太子 安排个老师了 长孙无忌的言下之意 是没有一个合适之人 管教太子 才使得他 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倒还是在其次 长孙无忌 已有意试探 李世民的态度 李世民意味不明地 轻笑一声 此事在意吧 长孙无忌心头一脸 此事恐怕棘手了 他其实也越发地 对太子失望 但为了长孙是 他无论如何 必须要保住太子 殿内一片寂静 再无人作声 太子 李世民声音已出 虽则所有人 都眼观鼻 鼻观心 却都不约而同地 竖起了耳朵 只听李世民沉痛地道 亥灵真失望了 众人依旧不拦不惊 但心里早已惊涛骇浪 这话明显有气质 不可惜的意味啊 长孙无忌更加紧张 可他得沉得住气 挑准时机说话 不能显得太过急切 萧宋心里倒是十分坦然 不管太子费还是不费 与他来说不痛不痒 他反倒是对新的储君人选 比较在意 太子近些年来 声色全马 毫无尽数 如此下去 朕怎能放心将大唐 敲到他手中 李世民越想 越是痛心疾首 李成前以前 还是个十分优秀的孩子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越来越荒唐 李世民无论是作为一个父亲 还是一国之君 都未曾找到过原因 长孙无忌 侯军级等人纵使经历大风大浪 听着这几句话 还是将一颗心提了起来 诸位以为 吴王的才德品行 能否为君 李世民道 众人不禁将惊讶 升级到了面上 纷纷恶然地望着李世民 萧松也是心里一沉 李克绝对有做皇帝的前置 不仅有 而且恐怕还会是一个 大有作为的君主 但是 宣灵 你说 李世民见众人不说话 并开始指明 所有目光都投到 房玄灵身上 他沉隐着 缓缓道 吴王客 才华气度 的确令人心折 颇有盛上几分风采 连李世民自己都说过 累积的话 这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 也许正因如此 李世民才会一直防着他 李世民自己 是从侍兄杀地的血泊中 走出来的 当年他的赫赫战功 让他身上的光彩 远远盖过尹太子 倘若尹太子登基 未必能容得下他 为了自保 也为了权力 最后终于到了 手足相残的地步 每每五爷梦回 他都会梦见 当年父子兄弟 并肩作战 颠覆随 一步步地打下 大唐江山 每每都会泪流满面 他不想自己的儿子 再重演玄武门之变 如今太子和魏王 都让他万分失望 所以不如干脆 立无望算了 房玄灵的一句话 仿佛一滴水 滴入了油锅里 长孙无忌 尚且能沉得住气 侯军急 却是有些坐不住了 然则 房玄灵画风一转 自古地业 力长不力右 力敌不力数 倘若轻易改之 恐怕朝纲一生乱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